去年8月 徐小新PO出和教育局副局长开协调会照片 但面对北市幼儿园性侵案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益秀出手机截图 爆料徐小新主持的家长说明会 原本是在幼儿园召开 后来是在家长反映后才改在议会 家长质疑的就是 你们为什么会开在幼儿园 导致于对徐小新完全不信任 再加上第一次开会通知的内容 最下面的备注是说 今天的不实媒体报告 原方不排除提告 欢迎家长来了解 这个意味着家长认为说 徐小新的态度是支持 要帮原方说明 面对洪建益爆料 徐小新提供截图澄清 当初会办在幼儿园内 是因为教育局建议 办在园内防止外人乱路 不过洪建益也强调 当天律师站在原方立场帮忙讲话 让家长对于徐小新信任崩盘 律师是站在原方的立场 去说明监视器没有录影带 看不到监视器过期不见 其实这部分我们也不能怎么样 民众的认知跟家长的认知 徐小新你到底是要帮我们伸张正义呢 帮我们主持公道 还是你来是替校方来解释 面对指控徐小新秀出和律师对话反击 询问是否叫家长不要请律师 律师则回复现场让大家问到保 更表示绝对没有律师和家长吵架 这种说法纯属虚构 幼儿园性侵案究责 宏建更强调手上握有协调会一文 要来厘清哪个环节有疏漏 三连轩过车马月魂太报道